2021年网飞新出品的丧尸剧《黑夏》第二季来了 丧尸病毒持续蔓延四个月 所有幸存者不得不隐蔽在穷山恶水之中 我但要躲避随时随地出现的丧尸 彼此之间还得抢夺空头下来的物资 幸存者丧尸大乱斗 正人版绝地求生震撼来袭 荒芜的公路旁 一个胖子正在往车里灌汽油 突然一具丧尸从远方跑了过来 胖子赶紧扔掉汽油慌忙上车 一路上全部都是四处散乱的垃圾 还有求助的路人 胖子没有理会继续前行 忽然一脚刹车 他被一名女子拦住了去路 对方声称自己是个孕妇 想要搭他的顺风车 胖子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让女子上车 谁知他一上来就打开主架的门锁 男子将胖子尸体扔下去后 赶紧启动车辆 慌乱中不小心撞到什么东西 车子也抛锚了 他们只好汽车跑路 回头望了望 发现之前凉透的胖子再次站起身 犹如巨型坦克一般飞快朝这边跑来 由于这部剧是第二季 虽然故事情节和第一季完全没关系 但是设定得科普一下 这里所有的人类都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 平常没事 但只要一死亡就立马变成丧尸 只有抱头才能将人类或者丧尸真正杀死 现在没被感染的人类已经所剩不多 所有道德和法律体系已经崩塌 一切只为了让自己活下来 丧尸的战斗力很强 跑得快 力气又大 最终这位男子还是惨死 假装孕妇的女子侥幸逃走 两名劫匪正在超市里装着物资 忽然听到外面有个小女孩在喊救命 其中一人打开门将她放了进来 这个女孩也不到声谢 禁止走到超市后门打开了门锁 三名等候多时的成年人悄悄走进超市 举起枪来非常强势地将两名劫匪赶走 这几个人就是第一季故事的主角 主要讲述母亲罗斯和一群人结伴 千里迢迢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失散的女儿安娜 最后活着的除了罗斯母女也只有亚裔女子阿阳和假军人小黑了 罗斯四人很快将食物装满了背包 刚出超市就听到枪声 几人赶紧隐蔽 可随后一辆载满人的皮卡车就冲了过来 小黑带着阿阳赶紧躲进一间小木屋内 几名持枪的大汉跟进来四处搜索 在这丧失末日下 活着的人在其他人眼中仅仅只是移动的物资而已 好在小黑二人福大命大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 罗斯母女则都藏在飞汽车厢中 就要被发现时 敌人突然被一阵枪声引走 罗斯母女同样幸运地逃脱 快速和阿阳会合后 发现小黑已经中枪倒地 原来刚刚就是他引起的枪声 罗斯觉得小黑会拖慢大家速度 依然抛下他带着女儿朝郊外逃去 阿阳还算比较厚道 眼见敌人已经开车追来 他猛地将小黑推到坡下 而自己则被对方抓住带上了车 这群武装分子的领头者名叫大雷 他之前是个警察 丧尸病毒爆发时 凭借充沛的乌子侥幸活了下来 可他的几个孩子和妻子 却变成了丧尸 前几天还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亲人 现在却成了要自己命的怪兽 大雷狠下心来将他们通通杀死 从此劫起了一帮人手 做起了打家劫舍的买卖 小黑已酸病大 历经种种变故 仍然没有失去姓名 只见他再次坚强地站起身 晃晃悠悠朝着郊外走去 因为城镇里到处都是丧尸 对于伤者来说 一天估计都坚持不下去 他此时也比较迷茫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忽然远远地看到一名持枪男子 朝着自己走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小黑立马起身 朝着远方继续前行 忽然脚一滑 整个人落下了山坡 小黑发现 这里躺着好几具 已经冻僵的尸体 即使已经失变 也无法动弹 小黑双手赤裸在外面 动得不行 撞着胆子 摘下了丧尸手上的手套 给自己戴着 忽然看到远方 那名持枪男子 还在远远望着自己 小黑不得不迈开步伐 再次开启了艰难之旅 罗斯母女则比较幸运 他们顶着严寒 在郊区一路向西 没走多久 居然发现了一栋华丽的别墅 可惜在门口 有一只丧尸在徘徊 由于距离比较远 罗斯开了一枪没打中 反而引起了丧尸的注意 罗斯母女赶紧向后方撤退 将丧尸引开了别墅 他们绕个圈 将丧尸甩到后方 拼命朝着别墅跑去 艾纳在门口大喊着救命 眼看丧尸就要追上来 终于大门被打开 罗斯母女闪电般逃进了别墅 艾纳终于松了口气 可随即发现 这栋别墅里的人有些古怪 原来这些人是分成两派的 一边是别墅的原主人阿迪一家 另一边是被他们好心收留的 老妇人和两个儿子 不过老妇人一家并没有感激 甚至有些纠战雀巢的意思 罗斯母女冷冷看着两拨人 互相挖苦 也没有要掺和的意思 恶毒的老妇人 一个劲地指责阿迪 去外面寻找物资 因为阿迪妻子恰好认识 军方的飞行员 之前已经通过无线电 请求对方开飞机 空投了一箱物资 阿迪懊不过 满目奖里的老妇人一家 只好答应下来 可要求携带帮手时 且被老妇人一口拒绝了 罗斯母女也在一旁打着扑克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阿迪没办法 和妻子申请道别后 一个人走出了别墅 恰好之前那只丧尸也冲了过来 阿迪像是早有准备 冲到仓库里 来了个声东击西 轻松甩开丧尸 开着摩托艇 朝着远方进发 可他并不知道 这一去算是彻底 踏上了不归路 阿迪刚走进树林时 就被大雷一伙人抓住 他为了能够活着回去见妻子 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大雷听完后 精神一振 又是空投物资 又是郊外的豪华别墅 全部都是他急需的存在 阿养此时 也同样被他们绑在树上 大雷还想从他口中 得到一些有用消息 最终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他也没失望 认为这个大活人 还有别的用处 就在这时 另一帮武装的幸存者们 悄悄潜拉过来 他们同样也是一帮网命图 只是实力有限 并不敢像大雷一样勉强 而是靠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获得物资和吸取人手 影片开头 骗人的假孕妇也在其中 上一次通过收音机 传播有空投物资的消息 将两个开着皮卡车的男子 给骗到埋伏圈中 终于获得了一辆逮捕工具 接着又引入了几名持枪的幸存者 实力大增 这次才将主意 打到了大雷一行人的头上 两拨人一见面 就开启了一场大乱斗 一队是全副武装的民兵 一队是装备简陋的平民 本来是一面倒的战斗 可死去的人立马变成丧尸 再次爬起来战斗 场面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刚刚还是战友 下一刻就变成丧尸朝自己扑来 这是小红加入骗子集团以来 第一次参加战斗 他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比他还要悲剧的就属阿阳啊 现在还绑在树上呢 耳边时不时飞来几颗子弹 更倒霉的是 眼看一具丧尸爬过来 想跑都跑不了 好在大雷急事开枪 算是救了他一命 可不远处的阿迪 则没这么幸运 被榴弹射中了胸膛 大雷见势不妙 解开阿阳手上的绳索 带着他连忙招呼手下撤退 忽然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 战场就像按下暂停键一般 所有人都仰头望着天空 大雷最先回顾神雷 连忙把阿阳带上摩托艇 飞快朝着别墅方向开去 眼看就要到达时 摩托艇被后方的子弹射中 机车人被摔得人羊马翻 而倒霉的阿迪还留在战场上 他此前中了一枪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骗子团伙的假孕妇 最先发现了阿迪 为了能够喝一口水活命 他再次把飞机空头 和豪华别墅的事全排说了出来 这消息同样让骗子团伙兴奋不已 可惜阿迪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就已经丧命变成了恐怖丧失 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好了 以上是黑下第二季 第一二集内容 所有人物和故事主线 已经基本交代清楚了 不出意外应该是两帮武装团伙 再加上主角罗斯一行人 共同抢夺空头物资 甚至搭乘飞机 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的故事 当然 中途应该还有一波抢夺豪华大别墅的小高潮 阿奇会尽快给大家带来下一期内容 最后阿奇爆个小彩蛋 本集开头那个变成丧失的胖子 一路跑得飞快 拼命追着骗子 直至他丧命为止 看过第一季的小伙伴应该认出来了 他就是罗斯已经阵亡的队友之一 同样是以能跑出名 被无数丧失追赶 从第一集一直跑到最后一集 可惜跑到第二季就变成了一只会跑的丧失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